南东县中小学联合运动会极简比赛 日前于县立体育场展开两天的赛程 吸引多位选手踊跃报名参加 县体育会除了希望透过办理这次的比赛 让选手们互相切磋增进彼此的技术之外 也期许选出最优秀的选手代表本县 参加今年4月所举办的全国中的学校运动会 那我们今天大约是50位 那个小学生比赛 那明天是中学和高中的比赛 那之前我们这个极简在全国也拿了一个铜牌 真的是越来越热闹 而且越来参加的成员越来越多 那我们希望那个政府单位或者是各方面 大家一起来鼓励从事这种优雅的运动比赛 学生们皆表示学习极简车向运动相当有趣且好玩 已经变成一项不可或缺的运动 未来也会持续来学习 我觉得极简是一个很好玩的运动 我来这里练习觉得比在学校上课还更好玩 然后我等下要打冠雅全赛 我觉得我练了一年就一年 然后这个就刚好是一年半载 我觉得教练还有教了我很多东西 我以后我会继续练极简因为对我来说极简就像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先体育会极简委员会总干事洪成硕指出第一天为国小组 而第二天则是国高中组 前三名的选手则可代表本县参加全中运 第一天是国小组比赛 然后全部都有军刀 然后很开心就是有获奖的选手得名 然后第二天的话就是明天的赛程的话 就是有国中跟高中组的项目 那国中的话也有团体赛的项目 那希望他们都得到好的成绩 获胜了前三名的话 可以去就是今年参加四月份的全中运 先体育会副理事长先议员洪明科也表示 近几年来本县的极简项目融合许多佳基 也期许借由赛斯的办理更加推广之外 透过互相切磋的方式增进彼此的基数 金泽雄文俊南投采方报导